判川金会成功文在寅彻夜难眠 南韩总统文在寅今天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表示 南韩民众高度关注川金会 他昨晚也彻夜难眠 南韩殷切希望川金会圆满成功 开创韩半岛完全非和话与和平新时代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 文在寅和国务总理李洛渊及国务委员 在首尔收看川金会直播 原定上午10时的国务会议推迟了12分钟 青瓦台幕僚表示 文在寅计划在北韩美国高峰会接触后发表声明 说明南韩政府的立场 文在寅可能于台北时间下午50左右发表谈话 文在寅回应川金会后 青瓦台人士将于设在新加坡的韩国新闻中心 向国际媒体举行说明会 南韩亚洲经济报道 文在寅11日在青瓦台主持首席秘书官和助理会一时表示 希望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上 两位领导人能爽快接受对方的条件 做出重大决断实现世人对开启朝鲜半岛新时代的愿望 文在寅还表示 希望会谈能成为半岛从战争走向和平的里程碑 希望透过会谈接树敌对关系 就半岛非核化达成为大协定 文在寅说 我很期待 也坚信会谈一定会取得成功 文在寅称 由于川普和金正恩的勇敢决断 两人才能在新加坡相聚 川普透过实际行动表明解决北韩核问题 和实现半岛和平的强烈意志 金正恩透过废弃风吸理盒子试验场等前期措施 展现举行会谈的诚意和非核化的意志 文在寅强调 一次高峰会无法消解根深蒂固的敌对关系 也不能解决北韩核问题 两位层峰开启谈判大门后 可能还需要一年或两年 甚至更长时间来彻底解决问题 过程需要南北韩与美国真诚合作 周边国家不断协助 南韩应做好充分准备 引导过程走向成功 相关阅读专题斜杠穿金过招 全记录看两大狂人如何交锋 即使现在都改变了 对应该交锋 停留下了 当涵恶法 匀